youtube 健康饮食风气盛行 无添加成为风潮 这位老板开餐车卖无添加热口宝 以新鲜食材手工制作 也想办法取代人工长衣 这么费工是有原因的 美国最近研究发现 每吃一根热口会少活36分钟 因为加工食品里头的反式脂肪和钠 都有损健康 老板就是为了推广健康理念 开餐车卖无添加热狗宝 而这也意外保住他的餐厅 老板二十多年前就开餐厅了 推广健康饮食 而且勤作工艺 起情动念来自家人 但这条路不好走 摆平店面缩减到二十平 无奈又碰上市集疫情 这台餐车不仅旧了餐厅 也让公寓之路能够持续走下去 老板也以他的生命故事鼓励年轻人 不要轻易放弃梦想 在人来人往的街道旁 这台白色餐车特别显眼 餐车主人正忙着准备热狗宝 一口咬下香气在嘴中慢开 特别的口感颠覆大众对热狗宝油腻的既定印象 热狗是属于西式的 可是我用了台湾的猪脚肉 加了白胡椒糖跟盐 跟我们自己熬煮的香料汁 当你闻起来的时候 吃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淡淡的 月桂味的香味 热狗宝以健康为初衷 不使用任何加工食品 舍弃塑形长衣 并依靠烹调手法及创意 尽可能发挥食材特性 当初在研发这个热狗的时候 还是在想说 怎么样用天然最自然的方式 让这个热狗成型 那思考了很久 就想到有一天就想到我的挤花蛋 因为我以前是有一段时间在采摩天点 在学习天点 我们就是让糖成为最天然的防腐剂 我们没有防腐剂 我们没有色素 我们没有蓬硝酸 我们没有肉质软发气 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移开 回到最原始的肉味 然后用激素冷冻的方式去做它 热狗的料理 以高汤满满蒸煮热狗 取代油煎方式 它也突发奇想 将热狗裹上面衣 增加酥脆口感 它裹面衣的这个概念是 第一个就是取代肠衣 那第二个概念的用意是 能够取代培根 因为我们通常热狗 会有一些crispy的口感 那我们用这个 这个轻微油炸的方式 去取代培根 那它在这个吃热狗的时候 还是有吃到脆脆的 然后透过我们的酱料 去添加的多层次的口感 跟多层次的风味 热狗宝常用的肉酱和起司酱 它也不马虎 全是手工制作 其中 起司酱的功法较为费心 我们有四种的不同的起司 然后加牛奶调和合成 但主要的功是来自于 你的手不能停 因为它的温度要受热点 非常非常的低 陈香菱非科班出身 凭着对料理的热忱 白手起家 经营以健康为理念的餐厅 在餐饮界闯荡 后来在信仰的感召下 开热狗餐车 制作健康且不油腻的热狗宝 健康是陈香菱踏入餐饮业至今 始终不变地坚持 而这一切的开始源自家人 像我的爸爸因为其实 早年就是心血管疾病 这也让我非常的 就是触动到自己的一个 在于餐饮业的这个角色 再者是我自己的孩子 其实从小就比较肥胖 那我也希望说我自己的孩子 能够天天吃 然后多多地吃 然后还是健健康康的 尽管做工程序繁多 挑战不断 陈香菱人甘愿花费心力 只为让每个细节 都达到完美境界 打破大众对健康食物 无色无味的印象 13岁就出国 所以就接触到了一些 西方的料理 在家里面的时候 因为好像思念家乡菜的感觉 所以自己会研读很多台湾的料理 然后希望能够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还是能够吃到 在我们的小小的一个热狗堡里面 真的是含杂了很多 我自己的历年来的料理功力在其中 为了守护健康理念 团队得做出最大牺牲 尤其天气是最大的考验 你跟外界所有的 包含是雨也是面对面 太阳也是非常非常的直接 夏天有蚊子 冬天又很冷 那你也不可能在这个里面 会有暖炉 所以我们几乎有些时候 都穿大棉袄在上班 那个洞柜完全坏掉 它完全都暖 除了要克服天候问题 经营餐车也考验 它的灵机应变能力 今天冰箱坏掉 或者是油炸锅坏掉 你全就要想到立即性的 让这个 让客人的点餐能够顺利出餐 生意还是要继续做 不容易啊 真的很不容易 那个雨水就这样漏进来 你还要维护机器 包含器的走电 会不会烧掉 或是会被爆掉 劣势也可能是优势 疫情让餐饮业陷入大困境 却反倒成了餐车的大好机会 因为我们在餐车里面跟客人 其实是保持一段公开空间的餐饮服务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利的 然后大家可以土垢带走 然后叫它是健康的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优势 陈香林经营餐车挺过大风大浪 只要看见客人吃到美食的喜悦 过去受的苦都成了美好的印记 没有一个工作是简单的 真的都是会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挑战 看着我亲手做出来的食物的那个过程 是我觉得我能够持续走下去里面最无价的 我可以持续的更强而有力的把这个健康的美食 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坚持梦想并不容易 尤其小餐车要实现到梦想 也让餐厅能够触及社会各角 二十多年前陈香林踏入餐饮业 亲手打造的百瓶餐厅 在2020年的疫情下 经济遇危机缩减成20瓶店面 种种考验之下他仍咬牙撑过 我那时候其实对于我人生当中 是真的是到了一个最低点的谷底 那时候我就一直每天都在想说 我就是担心钱财务然后又累 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大家真的是跟我一起去奋斗 一起停过那一场风暴 金贤走过重重危机 他成功守护健康理念的堡垒 餐车也成为助力 扩展餐厅经营范围 以前我们在100坪的时候 可能只是周围的住家跟商圈 结果我们荡到20坪的时候 我们送到的地方 我们经营的地方是全台湾 所以我自己都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不同的丰盛 2021年的疫情再度爆发 台北深三级警戒人心惶惶 城乡里挺身而出做工艺 将餐厅制作的爱心餐点 透过餐车跑遍各地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儿童的爱心餐点 有收到一批捐赠的玩具 那时候我就突然突发奇想 可不可以转为认购的方式 将这些餐点送到台大医院给医疗人员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许多人看到她的行动 纷纷投入爱心餐点行列 艺人好友贾永杰也一同响应 有很多的朋友看到我在做这件事情 就毫不犹豫地加入我们认购了餐点 这边我想到我们的生意就有此的一个经营方式 把这些餐点做完然后送到第一防疫单位 给所有的第一防疫人员 现在回头看自己都觉得 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所有的亲朋好友 相信我跟信任我跟支援 陈香林长期关怀偏乡孩童 送爱心餐点 后期研发冷冻包 让孩子轻松就能吃到美食 没想到搭上疫情商机 我们有听到就是偏乡小孩子 有这样的需求 如果我把我的料理包 变成是熟食冷冻好 那只要他们送到山上去 我们透过冷冻宅配的方式 他们只要隔水加热 他们就可以吃了 那个时候就奠定了我们很大的 对于就是冷冻食品的一个基础 疫情是危机也是转机 冷冻包打开新通路成了救命符 也成功将健康理念分享到社会各角落 所以其实走到今天来讲很多的事情 也让我再回头看 原来这一切的折磨都是一个磨炼 不论是经营餐厅或是热狗餐车 陈香菱把试炼当作修炼 凭着这份信念与坚持 最终成就现在的自己 把美好与祝福带给更多人 相信我走的路是正确跟对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的理念是长久 我希望我的分享跟我的经历 能够给更多的年轻人 不要放弃他们所有所希望的事情 这真的都是一个过程 每个阶段比会遇见困难 每个时刻都是翻转机会 陈香菱不限制自我眼界 将食物化作传递祝福与美好的力量 让万事互相效力 成就更多美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